主席委员会人员有请部长 请张部长 原能会我们之位 蔡主委 跟台电董事长 黄董事长 部长你好 核四已经兴建多年 所发挥的这个经费也相当的大 但是因为核安的议题 引起了到底还要不要细建 跟庭建的问题 我想今天的议题是和市长 厂区的这个地址调查的报告 也是关系到 核安安全的问题 我想再讲清楚 讲明白 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很好 更何况今天我们的提案 不管是哪个党派 大家都一致性的通过 希望能够这个全面性的调查 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全面性的调查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再加以补充 那最近我们这原住民啊 几次的这个游行有关核四庭建的问题 费核的问题 也是都是热烈的参与 甚至于也走上这个街头在抗争 我想他们主要的问题 部长跟原能会执委 包括我们董事长 应该说非常了解 当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建了核 核电厂之后 这个核废料处理的问题 目前我们很明显的 现有的问题 除了核废料是存在 现在是那个核电厂之外 厂期内之外呢 唯一在场外的就是在核里 核废一放放了三十年 一放就三十年 我最近看了报道 包括电视的报道 也一些一些一些资料的 这个平面方面的报道 等于是一个血类史啊 核里的一个机敏的一个 看证的一个血类史 我们看了真的是非常心酸 从把核废料放到核里 已经快上十年这个阶段 每一年每一年 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些诉求 希望能够早一点 把这个核废料能够迁你 因为核里本来是一个美丽的 一个岛屿啊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主权 在全世界来讲 可能就是 岛屿就就这么一个主啊 在核里 当时把这个核废料啊 虽然是地阶的 放在核里 政府的机心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了解 但是经过几次的 那个询问啊 包括你们的答复 都认为说因为 核废料最适合储存的一些 条件 大概就是人口少 人口少 而且地方比较偏远 理由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想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要把这个核废料 储存在哪里 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理由 到底是在哪里 是不是我想请董事长来 来来来那个 董事长或者是那个 原能会主委来来答复这个问题 当初选择 来与当初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原能会负责 这个储存厂 后来大概在民国 七十九年 还是几年的时候 台电接手 接手 所以当初 我听说早期的规定啊 是可以做海抛 所以放在那边是准备海抛 后来这个有一个 世界性的协约是不准海抛 所以就完全没有海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希望 我要求 我们部长 包括董事长 包括原能会 那主委 你们最近 我看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些 他们一些这个 这个抗争 想能够遗嘴的一些 历史性的一种 那些记录影片 你们没有看过 也没有看过部长 没有看过 哪一个记录影片 哪里的抗争 希望把这个能够牵你 一些记录 一些记录片 我看过片段的 我没有看过整个 没有看过全部啦 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医生 部长的医生 只是片段的 那个董事长 有没有看过 最近我电视是有看过 最近才看过啦 他主委有没有看过 您讲 假如是最近的这个影片的话 我看过 我想你们还是 是能够把这个资料调一下 调一下 这个原明会应该有 电视台 原明台应该也有 调出来里面看一下 看了之后 你们多多少小心 里面应该有很深 很深的感触 多少的 现在那个辛劳 他们流了多少的血汗 但是我们政府的回应 既然是非常的不堪 现在我们又又看到 现在让我们更觉得 希望临见了核 核市场的最主要的理由 就是现在最后的时候 那个主存产选定 经过几年 最后还是选定 我们远泽民地区 一个达人的南田 达人南田 昨天晚上我又看到一个报道 因为我始终觉得说 里面选定一个 核废料的主存的一个地点 应该是多多少少 要征求当地居民的这个有 那么一点点的意愿 才有可能性啊 我刚才看到了 当时你们确定在 达人南田 这场子的时候的乡长 也就是当时的乡长 昨天晚上我看到他 在媒体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他非常的气愤 把那个 那个储存的那个 最后的选择是在南田 他说哪一个人 同意这样的问题的话 就赶出 这个南田这个地方 赶出达人 他既然是这样强烈的这种反弹在昨天晚上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这样的地点呢 那我请那个董事长 当时你为什么会选这样的地点呢 他已经那么 那么强烈的反对昨天晚上那种气氛的那个样子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 这个还是我当董事长之前 这个 那谁可以说明这样的问题 可是 我的了解应该还是 地方还是 有某种程度的这个 谅解才对 我昨天晚上没有看电视 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 你们是不可能看啊 看那个那个 袁志明电视台的部分 我没有时间看了 不是不可能看 我想 昨天晚上 我也看到我们田医委员 田医委员 也在场 我们那个乡者是强烈反对啊 那个 当时的乡者 所以我就说觉得很奇怪 基本上他没有这样的意愿 把这个藏者放在南田的话 你们为什么要 最后的储存 要决定在南田 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在选择这个条件方面 这一项 我想就是没有做好 所以说变成不可能嘛 因为基本上 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意愿的话 怎么可能会选定这样的地方呢 刚才我有一问了 我们田医委同仁 他们讲说 我们当地居民的意愿是基本条件之一了 基本条件之一了 所以既然有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当时不正中这样的基本条件 部长是不是能够判断 我想他 我的判断 当时选的话 他可能也有做某些沟通 我相信也不见得一定会 所有人都赞成或者反对 所以这个程序还是要走完 不可能说今天台电片片说决定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还有后面的程序 包括现在选址条例里面规定的公投 这些都可以了解到底最后的民众的意见 最后我还是这个地方 非常全国的要求 我们部长包括主委跟董事长 你们回去调一下这样的记录影片 栏里看真的这样记录影片 好好地看一下 好好地看一下 我想多多少少 你们会感觉到 这一个核废料 放在蓝米三十年 对他们的影响 对他们的伤害 到底有多重 谢谢 谢谢